在調查局人員的陪同下 金阿波羅公司萬幸員工 來到士林地檢署 23號以證人身份早約談 同時業務組的前員工 素姓男子也以證人身份 被帶回覆訓 歷時近3小時後 不乏一語的快步離開 檢方緊鑼密鼓 偵辦黎巴嫩呼叫器的爆炸案 素姓前員工超狂學歷也被起底 他不僅是政治相關科系知名大學的高材生 甚至還曾在國內一間 電池檢測設備指標性科技公司 擔任過業務工程師 也有到中國短暫工作過 這回事件國安專組如火如荼的砧板 就是為了交叉比對 金阿波羅董事長許清光的證詞 調查局國安站18號指揮警方 到金阿波羅的細紙總公司搜證外 19號董事長遭約談 台式堅稱和匈牙利BAC代理商 警示授權商標關係 沒有參與製造跟出貨 同時也追查出BAC在台辦事處 和金阿波羅公司擔任中間聯繫窗口的 關鍵人物Teresa 雖然目前Teresa以證人身份訊後請回 究竟金阿波羅公司整整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有沒有可能從關鍵證人的口供中 帶來突破性進展 恐怕也是減掉下一步釐清方向 三宣貴松 全體舞台報導